每次只要开车去 你老公就在那边调侃说 你今天又开这一台 是在做当副还是在做偏的 馆长越讲越生气 就是因为老婆开着自己的改装车 却被人说是 影射是不正当行业 而对象竟然就是每天光顾的 早餐店老板 他认为我们是好客人 每天都买300多块 所以他们要跟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裹捞 我说裹捞不是用这种方式的啦 他说他跟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方式啦 想套交情却用错了方式 馆长先是到早餐店 想问个清楚 对方却必不见面 只好在直播中直接打电话 要对方给个交代 否认有调侃一位 双方约在警察局谈判 这才让对方发现惹到的人就是馆长 态度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反而开始道歉 实际来到外加领口的这家早餐店 不见老板踪影 而面对记者询问 老板娘则是低调 不愿多谈 老板今天不在店里 这家店是我开车 是我在处理的 你来上车刚才跟你说 是什么 对啊 对啊 但如果说不出我什么 还是普通会寒鲜 来送货的厂商 坦业老板平常就爱开玩笑 这回的誓言风波 馆长虽然已经不愿追究 但一看网路上 早餐店已经被网友的 一心负评灌报 恐怕也是业者史料未及 记者 纵国报道 好